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通过深刻的洞察消费者场景 以及商品品产研发 通过生产式人工智能的方式 帮助产品创新 以及通过博大GPT多的内话 与专业人员深度交互和协同 帮助企业高效打造爆品 以及实现业务增长 这么一样公司 对 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架构图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数据 是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 以及社民平台的一些文章数据 这种 完了之后 通过显远大模型 通过显远的自然的品商大模型的话 可以做到就是AI洞察 以及细分领道的 细分赛道的一些趋势 以及产品 就是现在就是所有主流电商 上面的一些商品的爆品的主流的一些特征 对 以及消费者需求 通过社媒数据 可以分析出来 消费者的需求挖掘这样的 对 完了之后我们AI智能平台 主要是基于上面两个 就是通过电商参数 以及社媒平台的这种洞察 总结出来 就是现在消费者 对什么样的商品感觉有兴趣 是这样的 通过这种的一种 与人工 与IJC这种的一种整合 为2B的一些商家 或者是生产者 或者是制造者 这样提供一些 商品参数的一些AI生成 以及虚拟商品的一些AI生成 我们最近建了一款 模拟的新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我们官网体验一下 就是说通过文生图 以及说图生图 这样的一种功能 以及商品图的一些 通过你的一些描述 生成一些商品图 这些大家可以去 我们的那个公司官网 可以进行一些就是申请使用 这个主要是我们一开始 就是公司 我们公司成立的比较早 成立的比较晚 22年 年初的时候 正式开始说 进军这个 就是这个细分领域的 就是商品 商品的这种赛道 商品推荐这种赛道 一开始的架构就是 跟传统的企业这样 就是基于HDFS Hadoop 还有这种以及对接原始数据 卡不卡这种进行一个数据的 ETR转换 以及到最后的一个应用 这样的一个架构流程 但是呢 我们的一些客户主要是作 针对于2B端的 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主要是他要私有化部署 所以在私有化部署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就是这一套架构 以及现在的这个 怎么说 现在的这个大环境 你要部署这一套 它的成本会很高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是 所以从去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调研了 那个就是Doris 那个时候还是1.2.1 左右的一个版本 我们开始使用那个版本 完了之后 把整体的一个 把整体的一个树上架构 以及应用层的一个 底层的数据库的一个架构 从原来的 就是上上图我展示的那个 转变成了现在的 就是基于 整体基于Doris这样的一个 整体架构的一个改革 因为Doris现在 它有这么 它有很多优点嘛 简单应用 还有就是它的功能很全面 再一个就是它的社区 很活跃的 所以我们一直是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也调研了它跟那个 叫 调研了跟Clickhouse的一些 差 差异 完了之后 我们选 是 通过这个差异可以对比出来 我们最后是选择了 选择了Doris作为我们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树上架构的一个演变 对 完了之后 我们自然使用上Doris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提升了一些 不管是在 在运维以及业务上面的一些改造 给我们 创造了很多那个收益 一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集群的一个运维成本降低了很多 我不用是像之前有ES这一些 呃 ES HDFS这种 那我们的就需要一个呃 非常精通大数据运维的一个工作人员去整体负责这个整体集群的一个运维 对 而再一个就是说 现在呃 因为Doris它支持像卡布卡那个Connector和Spark还有那个 Flink嘛 呃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用 呃 统一用Doris的话 能整体减少我们各个处理流程中间的一些其他环节 直接从以Doris为中心点 可以对数据进行各方面向的一个处理是这样 对 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架构 对 现在就是说原始数据进入卡布卡 直接是到了Doris 完之后所有的操作 对数据的所有的操作是基于Doris上来做的 是这样 啊 这个是我们公司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一个CIP 这个基本是一个洞察全是基于Doris做的呃 所有的一个图表的一个查询呃 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一个小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对上面的这个图表进行一个前方内的一个解读 以及呃是这样完了之后这个机器人的话还可以对就是咱们相当于一些使用 说呃就是一些业务人员假如说这些报表并不是说是在他呃在他的呃理想的分析范围之内他可以通过问这个机器人 对呃在跟这个机器人会根据他呃就是说的这句话再给他重新出一些报表会有一个单独的页面在展示 是这样呃这个机器人主要就是用于这个dbgpt实现的呃我们底层是基于dbgpt 他底层用的是呃那个我们我们是改了他的底层的那个调用的那个模型 我们是现在是基于Lama2的70B做的Doris的呃这个搜货语言的一些做的一些微调是这样 这个就是因为dbgpt的话他可以实现一些报表功能吗通过呃文文转色口这种方式 对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去找我去要一些体验的一些账号可以体验就是说这个 通过文文转色口呃去实现呃这个报表的一些功能是这样 对呃下一步就是我们公司呃就是我们公司呃就是我们公司我们数据这一块呃会继续就是优化 dbgpt这一块因为dbgpt它是针对于单表的查询呃查询能力会很好 但是多表的查询能力确实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我们会持续在优化dbgpt这一块的多表查询的一些功能是这样 对这就简单的我的一个分享主要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分享谢谢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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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点总结 这样 就是咱们之前是针对于业务人员 或者是一些数据分析师 他要算写一些报告的话 他要去查很多的一些报表 有可能有的分析师 他会写SQL 有的他不会写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不会写SQL的这种数据分析师 假如说他想得到他所谓的一个报表 或者是一个关键性结果的话 那他就得去求助于说 咱们技术开发人员 去给他出相关的一个报表 但是这个报表 你只能给他单纯的看的是一个冰冷的报表 那你怎么能让他动起来 你怎么能去总结 去归纳他这个报表里边的核心点 或者是他这个报表所体现的一些关键点 或者价值 那这个谁来给你总结 所以我们通过 所以我们通过IJC与这种Boris 这种就是他这种OIIP的这种数据库 的一个整合会帮这些相关的一些人员 从业人员会提高他的一个工作效率 是这样 以及总结出归纳出一些关键的特征点 是这样 您的意思是说 他可以通过这个理解用户的需求 然后结合这个实际的业务产品去做分析 对对对 然后商场对应的代码 对对对对 以及对报表的一些总结和归纳 因为我们因为为什么要用Doris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私有化部署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公司它是有自己的企业内部文件 这种企业内部文件的话是不会公开的 但是所以就是他这种 这这种文件他不会公开之后 但是他还想应用到于他撰写报告的时候 用到这个就是这这些一些引用到一些相关文件 那怎么那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刚在外边也是跟肖总去聊了一下 就是他们现在对向量这一块 向量数据库这块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也是一会儿我会继续跟他聊一下 就是会有什么那个碰撞点 就是说之前我们是用Visus那个向量数据库 把文件转换成向量 然后说通过这个AIGC的 AIGC将这个人问的这个需求 转换成也是转换成向量 去这个向量进行搜索 搜索出他所对应的一些文件 然后把它相关的一些片段 就是这个文件里边的相关判断 相关的片段以及一些引用吧 然后之后与就是刚才说上的那个报表 进行一个融合 最后对这个报表 一是进行一个解读 二是做一个就是相当于说 一个推荐是这样 还有他们的关系 都相对有一个看法 就会进行一个解读 一继续遇下击解读 感谢观看